美国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的核武库 而且还要投入上万亿美元 升级三位一体核力量 美方鼓吹中国威胁论 不过是为自身扩充军力 谋求绝对安全优势 寻找借口 众所周知 美国退出反导条约、中导条约 持续推进部署全球反导系统 长期独家阻拦 禁止升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 抵制外空军控谈判进程 向无核武器国家转让核潜艇 加剧核扩散风险 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 近年来 暴首冷战思维 全方位强化军力建设 不断深化军事同盟 拉帮结派打造军事小集团 严重破坏地区和平与安全 破坏全球战略稳定 美方声称中国加剧军备竞赛 这纯属 倒打一耙转移视线 美方应当停止炒作中国威胁论 停止拿中国说事 拿出负责任的态度 体现大国应有的作用 与国际社会一道 维护国际战略平衡与稳定 实现各国共同安全